警方在星期日深夜在灣仔譚神道進行雷霆十七行動 賭破撲克牌賭檔,拉了九個男人 他們年齡由21至39歲不等 其中兩人懷疑是主持 涉嫌經營賭博場所,其餘7人是賭客 今次行動在深夜十點多進行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一張賭桌、23庫啤牌 和大約值6萬1千元賭款 另外,探員亦在兩個主持身上搜出6千元現款 警方透露被賭破的賭檔面積大約500呎 裝有隔音板、磨砂玻璃和窗簾 主要招呼熟客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